问一下 印度为啥成为强奸大国 那不同意呗 女的不同意呗 就强行对吧 那跟女的统统又有啥关系呢 我头上看那新闻 说蜥蜴都被 那啥了 擦擦了 刺激 其实你能不能说点关键性问题 对他那一位 那谁 你来 你来 这个只能说印度男人的雄性技术分泌过多 性技术分泌过分 也只能说印度的变态心理比较严重 症额位比较多 也在科普一些知识 做一些雄磁这个试验 有这方面考虑 磁磁有试验 半人半兽呗 我认为他可能就是说心里有一种疾病 为啥 可能是时间长 长时间得不到一些发泄啥的 可能导致心里有什么阴影啥的 就是借这个机会发泄一下 刚才也看了这个三位人物的这个说辞啊 为啥印度人会这个出现进行强奸动物啥的 他们并不是说这个半人半兽的一些实验 而是骨子里面源于对一个妇女的这个歧视 说白了对妇女非常非常不尊重 为啥不尊重呢 因为他们这个女性地位特别特别低啊 甚至说根本就没有地位 你如果说这个婆罗门呢 萨地利啊 还有这个废舍啊 这个贱民呢 四大总性之外 我感觉最严重呢 应该就是女性 为啥女性没有地位呢 就是 源于他们一个传说吧 就是当时有一个 呃 他们信奉的印度教嘛 印度教里面 一个这个师婆 师婆 就是非常不尊重这个女的啊 完了还有啥呢 他们这个教派当中呢 呃 寺院里面都有一个不少这个圣女 其实圣女说白了是啥意思呢 不就是啊 呃 那个这些圣女的那那那那玩物嘛 对吧 所以说啊他们骨子里面 还有宗教里面 还有这个思想传统里面 都无时无刻的透露出歧视女的 哎 所以说啊才发生了这么多的强奸事件 就是说明啥问题呢 一个女性不平等 虽然说啊 大家都生活在这个21世纪了 21世纪都倡导这个女性啊 人人平等啊 但是仍然这个印度啊 印度这个妇女啊 仍然生活在水深火儿当中啊 刚才那个我说的对不对啊 呃 你说的挺好的 那个有有有有宗教 呃又有那个什么 有有有有据啊 说的不错 啊啊那你认为呢 刚才说的特别棒啊 哇你忘了没提出来 我们把那个印度人的野性啊 还有那个不尊重女性那个事实啊 表现得淋漓尽致啊 非常好 那如果你看上印度美女 你会在哪儿啊 我我我我我 我想坐那边看 啊你尊重人家呗 那对尊重人家是关键 好所以说啊也通过这个视频啊 也呼吁一下这个印度人民这个妇女 应该也站起来哎 勇敢的夺回自己的地位 呃也呼吁大家这个呃 关注这个事啊 如果大家同意的话 请在弹幕抠喜哎支持 好今天非常大教授 感谢大家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